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膩了我們大鼻子章魚哥了呢 村民鼻子永遠都是這麼大 看了有沒有很不舒服呢 還是早就看膩了 今天秋風推薦給大家這個材質包 那個支援包 可以直接改變村民外觀啦 不只改變村民外觀 根本就是換了一個物種了 讓狐狸來當我們的村民 這個idea如何 這個材質包的名字呢 叫做We don't buy 我不會咬咬人 裝上去之後 你的村民就變成狐狸了 阿鳥唯唷 我的狐狸全部都站起來了 這是什麼東西啊 不是只有單純的卡卡來而已啦 狐狸站起來而已 不同的職業還會有不一樣的外觀 就跟我們一般的村民沒有什麼差別齁 到了不同種類的村莊 希望我們的狐狸村民 還會有不同顏色 欸這個狐狸 那個minecraft原版沒有這個顏色吧 阿我只能說 不用再看到那些大鼻子村民 看到這些狐狸在這邊走 哇整個感受都不一樣了 好可愛喔 我覺得製作這個材質包的 製作這個資源包的作者 一定對狐狸特別有愛齁 不只我們的村民有發生變化齁 我們的流浪商人也有發生變化 還有我們的殭屍村民 欸欸欸欸欸 他的手 手拿的鏟子沒有拿得很好 除此之外 很有趣的就是羽民的設計了齁 他的羽民改成了 北極熊 狐狸怕北極熊 我覺得這個設計 是最有趣的地方 剛剛丟出來這個叫做味道士 這個是掠奪者 給你看一下幻佛師 全部都是北極熊啊 連我們的劫毀獸 欸 大隻的北極熊 連我們的女巫 也是北極熊 哇這個實在太有趣了 這邊再跟大家講一下喔 受到這一個作者的啟發 另外一個作者又做了貓貓版本 我們不會抓 一個不會咬一個不會抓齁 換成貓貓版 這就是我們的貓貓版本 欸貓貓版本的鐵巨人 有改欸 改成這個樣子齁 其他的造型就是改成我們的小花貓 他的流浪商人還有殭屍村民 都改成了貓貓版本齁 可是呃 羽名類就沒有改了 就是原版的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種貓貓版本的村民呢 還是狐狸版本的 再這樣下去狗狗版本啊 或是其他的什麼綿羊啊 什麼牛啊 會不會都粗啊 不知道 那個期待齁 我覺得這種 這個材質包裝下去 真的還蠻有趣的 這個貓貓好可愛喔 好了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齁 我們下次再會 掰 掰 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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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